作为一个男女粉丝比例高达9比1的up主 必须给男同胞们做一期福利了 那么今天猛将就给大家安利一件 既能赚钱又非常具有爱心的活动 全金 哈喽大家好我是猛将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屏幕前的各位男同胞们 你们扪心自问 活了二三十年 有没有做过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如果没有 请马上点赞收藏这条视频 你们的机会来啦 众所周知啊 现在不孕不育的发生率是越来越高 有数据显示呢 每六对已婚夫妇当中就有一对不孕不育 这边呢 国家提倡生二胎生三胎 那边呢是一个也生不出来 那么问题来了 这可怎么办呢 当然这不全是女性的原因啊 大约有40%呢 是因为男性的精子问题 所以一直以来啊 被捐献出来的这些精子啊 可谓是供不应求 尤其是去年开始受到疫情的影响 作为捐精主力的大学生呢 也都宅在家 现在各个地方的精子库 我基本都处于内存耗尽 精子告急的状态 所以屏幕前 我的高质量男性粉丝们 请看向我真挚的眼神 你们真的不考虑一下吗 捐献的好处有哪些 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听说过 捐献可以赚钱 但这个钱呢 其实是补贴给你的交通费和营养费 并不是用这个钱去买你的精子啊 二三线城市一般补贴5000元左右 而在上海据我了解啊 之前的补贴是6500元 疫情之后呢 由于精子数量紧张 又涨了1000元 现在已经达到了7500元 这不是前两天 苹果刚刚发布了新的iPhone13吗 正好也别卖顺了 来上海捐资金 新手机就可以安排了 当然撇开赚钱不谈 捐金本身也是一次 男性实力的证明 要知道捐金这件事啊 可不是你想捐就能捐的 你得符合捐金的基本条件 达到一定的健康标准 才有可能实现 首先捐金者必须为中国公民 年龄在22到45岁之间 身高要求达到165以上 还要具备高中或者以上血理 其次啊 前期的体检也是非常严格的 艾滋 梅毒 肝炎 这些传染病肯定是一票否决 血糖 血压 血脂超标 也是不行的 之后还有染色体检查 遗传病筛查等等 甚至连色盲秃头都不行 这些标准啊 就已经可以淘汰一部分人了 好不容易捐了金 在精子质量这一关 又要淘汰至少80%的人 因为精子库啊 对于精子的密度 存活率 还有液化时间等等 都有明确的参考标准 举个例子 假如给男性的精液质量打分 60分是可以正常怀孕的话 那么精子库会要求达到90分 甚至更高才行 这些经过重重筛选的精子 各个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所以一旦你捐金成功 这就代表着你才是真正的人类 高质量男性 那如果你已经准备捐金 又担心一些道德伦理上的问题 那下面的这些内容 你可要看仔细了 捐金生下的孩子会找上门吗 不会 精子库会采取双盲原则 严格保密捐金者的个人信息 并且签署保密协议 捐金者并不能知道 自己的金子捐给了谁 受捐者也不会知道 金子的来源 捐金者自然也不用承担 任何抚养义务了 捐金会导致后代进行结婚吗 也不会 按照国家规定 一名捐金者的金业 最多只能提供给五名妇女使用 一旦达到使用上限 这份金业就会停止使用 并且销毁 而且成年男性 一生最多只能进行一次完整的捐金 结合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 后代进行结婚的概率 几乎等于没有 捐金次数多了 会进行人亡吗 之前有新闻报道 说有大学生因为短期内多次捐金而猝死 也有传言说男性一生只能排金六千次 超过了这个数字 就会精进人亡 其实这种猝死并不是精进造成的 最大的可能是他本身就患有心脑血管疾病 只是恰好在那一刻兴奋过度 于是就引发了猝死 再退一步说 除非这个男性本身患有先天性无精症 否则男性的经验是不会完全耗尽的 只要身体正常 日常饮食正常 男性的精子就能够不断产生 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 捐金就跟献血一样 其实是一件非常高尚 而且非常有意义的行为 如果屏幕前的你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心 那就赶紧报名试试吧 以上就是咱们今天关于捐金福利的小课堂 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 请记得投币 点赞 关注 一键三连 或者在屏幕下方给我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哦 拜拜